那麼接下來我們來關注 這個鳳梨的議題 好 我們大家還記不記得 從今年3月1號的時候 大陸不是就禁止 台灣的鳳梨進口嗎 那農委會除了呢 就是請民眾多多買 鳳梨來吃也同步的 就是在推動外銷 那昨天是傳來好消息了 因為我們看到呢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他的FB上面呢 他就發出了這張圖 他就表示呢 他就說了史上首次 我們突破檢疫的障礙 我們的這個鳳梨鮮果呢 是輸往澳洲成功 那兩噸一共是200箱 好 檢疫呢 是順利的合格通關 好 這個真的是非常值得 我們高興 但是這個價格 可能是不會受到澳洲人歡迎 因為其實空運嘛 這個運費其實也是蠻高的 每公斤大概是要200到300元 所以呢 等於你空運到澳洲之後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的鳳梨啊 一顆就要超過了台幣430元左右 就是大概400多元 而且我們看到其實運費的補助 農委會只有補助大概一公斤是105元 所以真的是還是差蠻多的啦 但是我們再來看一看 其實澳洲當地的鳳梨 他們是賣多少呢 其實他們一顆只需要40到130元 所以跟我們這樣空運過去的差很多 所以大家就會想那為什麼要捨棄 比較便宜的當地鳳梨來買我們台灣的鳳梨呢 所以就看到澳洲的台橋 他就說其實根本沒有台灣鳳梨的市場競爭力 只有滿滿的愛國還是鄉愁的人 他們才會特別想要去買我們台灣的鳳梨 好 另外我們看到這一邊來 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年的時候我們的總統蔡英文是指出 我們終於突破了這個結議的障礙 要把我們的鳳梨賣到澳洲 結果被抓包 只是56公斤的什麼 鳳梨桿 你根本也不是這樣一顆一顆的鳳梨 你只是鳳梨桿就被說了嘛 你是不是又在搞大內宣 那現在我們看到 終於是成功的外銷到澳洲 這樣兩頓的鳳梨 但是大家又很納悶啦 這樣到底能不能拿到一個長久的這樣的訂單 來挽救我們總統的面子呢 好 現在有農業的專家 其實他是說啦 這個明眼人一看就曉得 這個是十足的政治操作 好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他說啊 根本不是正常的外銷管道 現在台灣是因為鳳梨的禁令 整個是亂了套了嘛 短短幾天呢 你就找到一批鳳梨 可以出口到澳洲 那先前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出口到新加坡的 就是沒有做好這個控管品質 被說是黑心的嘛 那就是因為政府介入了市場 亂了補助 到這麼平常 不做外銷的業者 他們是瘋狂的到貨 一窩蜂的出口 但是現在我們品質反而 好像顧不到了 現在是亂七八糟囉 也沒有做好 沒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